各位早晨 欢迎收看《耀才财经》台 美股低收主要是因为日本灾发生地震 引起市场对核泥机的忧虑 道指跌了17点报12409点 标普500指数跌了2点报1333点 纳指跌了3点报2796点 美国预托证券个别发展 汇丰84.84 升了0.64% 中石泛8.1 跌了0.45% 中联通13.48 跌了0.41% 中石油12.02 跌了1.03% 中海油20.63 跌了0.32% 中移动73.78 跌了0.09% 中铝7.6 跌了1.07% 中人寿30.27 跌了0.42% 欧洲股市下跌 主要是因为日本消息传出之后 影响投资者的入市意欲 倫德富士100指数跌了33点报607点 法兰克福德指数跌了36点报7178点 巴黎CAT指数跌了19点报4028点 原油期货方面 由于利比亚和中东的石油供应仍存在不确定性 令油价上升 纽约期由5月份升至1.47美元 保110.3美元一桶 倫敦布林特期由5月份升至0.37美元 保122.67美元一桶 金价方面 因为市场优略通胀加剧 令金价上升 由于期今6月份升至0.8美元 保1459.3美元 回价方面 欧元回价是回落的 一起看看美元回价 港元7.7716 日元85.09 欧元1.4284 英镑1.631 上拉0.9172 加元0.959 欧元1.0464 樓元0.7769 美国负债圈10年期的支息率是3.55里 30年期是4.62里 专体市场消息 美国上周首次申领的失业金人数为382,000人 好过市场预期的385,000人 而持续申领失业金的人数为372,000人 是08年10月以来的最低 但仍多于市场预期的370万人 另外 美国联储局的报告显示 2月份的消费者信贷增加了76.2亿美元 高过市场预期 已是连续第5个月增加 最后 欧洲约翰宣布 将指标利率上调0.25里 直到1.25里 在08年7月爆发金融海市 要来首次加息 符合市场预期 看完新闻 这刻时间交给Anita 谢谢 谢谢 Sandy 先介绍我新美嘉宾 来自我们要财证券研究部的高级分析员 直耀辉先生 Stan你好 你好 都要跟你说一下 就是欧洲央行 昨天就加息 其实是金融海啸之后 第一次来的 亦是一如市场预期 加息0.25里 去到1.25里 他们的总裁特里謝 在会后的声明 是有点淡化市场对加息预期 但我想大家都是期望 可能会展开一轮新加息周期 但是特里謝就很说明 他还未决定是否会加息 这次加息是连串加息的展开 还是怎样的 他就很承认 现行的利率仍然是一个很低的水位 货币政策仍然是很宽松 而且央行是有责任去维持物价稳定 以预防通胀 其实见到去年12月 CPI已经重跃欧洲央行 定立2%的目标水平 问Stan你的意见 你觉得是单一次加息 还是展开一个新加息周期 暂时看 我觉得仍然要再观察一下 因为你说今次 虽然是金融海啸之后 加息的行动 但你说看整个欧元区的情况 加息当然是最终目标 其实都是想以压借通胀为主 但这次的做法 我觉得都是无可奈何之中的选择 因为加息对一些通胀比较严重 一些国家 可能是一个比较舒容的作用 但整体的欧元区 其实部份的国家 基本上仍然都在一些最深刻之中 例如爱尔兰 希腊等国家 本身他们已经是因为 债务危机之下 看到他们的债务 资数都相当之大 但是这次加息之后 其实变上 你们的债务开支 可能借贷成本更加提升 所以在这方面来计 对他们是百害而不能利欠 所以你说这次欧洲的行业 加息也真的无法简直 才会这样做 如果有些选择 我觉得可能会将加息的步伐 稍微延迟 所以你说这次来计 暂时是否真的说 加息是否一个周期展开 我觉得还要比较观望 尤其是这次 正如第二次你也说了 或计刑大家都知道 是13年以来第一次 在欧洲方面 加息比美国更快 所以整体的形势上 其实我觉得 虽然这次 如期之内加息 但是下一次 计息的时候 或者说今年 还会否加息 我觉得都会很视乎 当时的情况 但现在的团体 我最主要谈的是 可能欧洲这方面 仍然会有机会加息 但可能说 譬如说7月份 甚至至今年年底的事 其实看上一次 他们加息 已经是08年7月的时候 那时加息 已经周围被人罵 你不是低估了次案方面的危机 他就说那次加息是错的 其实我们不如回顾一下 你觉得他加息有没有错呢 其实当时 我觉得是歐洲方面 最初是错估到的形势 其实当时你看到整体 全球的气氛 或者说一些次案的风暴 基本上已经形成了出来 但欧洲的行刊 反而那方面 仍然是加息行动 其实当时已经引起很多市场的非议 所以你一点点 转头来看回当时的决定 我都觉得是一个很错的决定 如果当时没有对人加息的话 我觉得那个年轻判断正确的话 其实我想对欧洲很多国家 反而那个帮助可能会比较大 加息之后 其实当时大家都 当时我记得是挺岳言 但事实已经既定了这样 所以现在 今次的行动 可以这么说 一来就回应市场的预期 以来就是 今次的行动 央行动 可以说是叫做 央行动 也叫做快速 如果比之前来算 还未是 反映到现在当时的现况 来做一些决策 不如一讲加息 我想大家都会很留意 就是欧元 不如说一下欧元 不如说一下欧元的情况 昨天欧元对美元 其实在14个月的高位 是回落回来的 他们的总裁 其实他的态度很消极 不断地打击 说不会加息 不会加息 看到美市 欧元对美元 跌了0.3个百分点 报1.4292 问一下Stanley的意见 其实欧元在年初的时候 去到现在已经升了一成 那么多 现在这样的话 你觉得走势是怎么看呢 就是现在加息 之前大家都知道 预期了会加息 所以你看到欧元的汇价 基本上都不断 对美元来说 都不断接连创作高位 当然 你看回整体的形势上 其实你说欧元方面 今次 看到加息之后 反而汇价就开始 有些回落的情况出现了 反映市场方面 其实对 因为它可以为止一些好消息 就是它出货 所以你说汇价方面 其实短期来计 我不排除 就是说 欧元对美元的汇价 可能仍然会有机会 再试一些低位 但我想整体上 如果你说欧洲 欧元的汇价方面 如果继续持着货 或者有些声器 或者加息的话 甚至乎通胀的水平影 是比较劲的话 我觉得你说 欧洲的加息预期 会升温 升温之外 其实对欧元的汇价 可能会有一个短期的汇价 作用 会内的另外一个焦点 就是说 欧洲央行方面 会不会继续在市场买 欧元区的国债 虽然它们好像没有什么提过 但我问一下你 实际上它们 需要再去买债呢 基本上 这次就留在尾巴里 会不会这么买 但问题是 如果看回现在的情况 基本上 我觉得欧洲央行 持续买的机会 都相当大 好啊 昨天英伦银行 昨天也是意识 亦都一如市场预期 维持利率在0.5% 即0.5厘 以及购买资产的计划 是不变的 不如这节时间差不多了 一会一会 稍后回来 继续有我们 《要财财经》台的 开市感浪节目 现在看看港股 恒指是高开24点 是报24,306点 而国企指数 就高开1点 13,649点 其指方面跌20点 24,282点 低水24点 剩下2000多张 一会一会 待会再见